第1213章 备受重视 哎哟 何先生 应该是我过去看您的 这不是怕打扰长辈们谈话吗 庄瑞见到赌王到来 联盟对舒博士告了声罪 赢了上去 这老爷子可是不大好糊弄 别看都已经酒师开外了 那心里明镜似的 你就是嘴甜哪 我老头子可不吃这一套 赌王笑眯眯的看了庄瑞一眼 目光随之似乎很茫然的往四周扫了一下 但是 原本围在庄瑞身边的那些人 都感觉被针刺了一半 纷纷退到了一边 谁不知道澳门赌王不好招惹呀 虽然现在已经是个站不起身来的老头子 那也是胡老熊逢赛 刚才那一眼 明显就是不想让他们再围住庄瑞了 这些超级富豪的二三代们 那也绝对是精英人士 当下一个个和庄瑞打了个招呼 将这块地方给让了出来 心下里 这些年轻一代 可是对庄瑞羡慕至极的 平时他们想和这些老头子们说句话都困难 现在 事情倒是反过来 这些老头子 居然上赶着来找庄瑞了 说不是 听说你最近 好像在内地准备上一个港口的项目呀 赌王对身旁的变化 像是没看到一样 在和庄瑞说了两句之后 自己转动轮椅往右边滑了几米 又和庄瑞身边的舒文交谈了起来 何先生本身和舒文就是老朋友 当初舒文请赌王与庄瑞对赌的时候 就是求到的他 舒文偷眼看了一下庄瑞 见他正和斯坦说着话 似乎没留心到自己这边 所以笑着说道 好啊 何先生的消息很灵通的 有这么一回事 赌王抬手微点了一下庄瑞 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 那小伙子很有能力 不要搞得关系太僵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何先生 听到赌王如此评价庄瑞 舒文心中对庄瑞的重视 又加深了一分 想着是不是 把那几件最珍贵的中国古董 都拿出来呢 斯坦推着赌王来到庄瑞处 就松开了轮椅 等到赌王和庄瑞说了两句之后 走到庄瑞身边 说道 小庄 你这股份转让 让我在公司里很被动呀 之前之所以强卖给庄瑞股份 一来是看中了庄瑞在内地深厚的背景 澳门与大陆相比临 虽然实行的是澳人自治 但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和庄瑞处好关系 总归没错的 二来 庄瑞现在在赌坛上 也算是赫赫有名的新晋赌王 虽说参加的赌局并不是很多 但无一败计 接连踩了几个著名赌王上尉 在赌坛 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人物了 开赌场是一定需要一个强力人物坐镇的 斯坦虽然不可能请到庄瑞 但身为公司的股东 万一遇到什么过不去的看法 庄瑞总还得出手不是 只是 现在庄瑞把股份一转让 却是让斯坦的算盘全都落了空 固然秦甲和庄瑞有着很深的关系 但总是远了那么一层不是 而且再有事情 斯坦也不可能直接想求庄瑞了 呃 斯坦 这事其实我也是没办法 您知道 内地那边快要换戒了 我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但要是留有澳门公司的股份 说不定就会有些有心人给 庄瑞早就知道斯坦会来兴师问罪的 这是他早已准备好的说辞 政治斗争 向来都是最残酷的 对手之间无所不用其极 庄瑞的这个回答 让斯坦也是无可奈何 好吧 不过以后公司要是出现什么问题 不过以后公司要是出现什么问题 要是求到你的话 小庄 你一定不能推辞呀 庄瑞说得如此直白 斯坦也只能后退一步了 好在秦甲和庄瑞是温须关系 这打断骨头也是连着筋的 不怕庄瑞真的撒手不管 啊 那个到时候再说吧 有何先生在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斯坦呢 庄瑞打了个哈哈 却是不肯答应下来 他之所以费里巴基的 像傻子似的将股份转让出去 不就是不想沾澳门那趟浑水吗 斯坦也没生气 笑着说道 你这个花头 我求你没用 到时候浩然兄求你看你答应不答应 正好这时 秦浩然的眼光注意到了庄瑞这边 斯坦向他笑了一下 庄瑞这老丈人连忙点头相应 哎呦不好 这一幕被庄瑞看在眼里 顿时在心中大叫不妙 斯坦虽然年龄比较大了 对自己没有多少吸引力 但是 在老丈人眼里 说不定就是一胎万钱 风行万种呢 要知道 当年赌王迎娶四胎的时候 在港澳两地 引起了莫大的轰动 尤其是那些二代公子们 无不在心中暗自付费 一朵鲜花被老牛给啃了 庄瑞想着回头 是不是提醒一下丈母娘 要看见老丈人 这赌王的墙角可不是那么好爬的 惹火了赌王 就是自己身后的背景都管不了事 小瑞和四胎说话 可不准不礼貌啊 正在庄瑞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群西装革里的老头们也向这个地方走了过来 威首的 赫然就是今天的首行公 秦老爷子 爷爷 哪有的事啊 四胎是我很尊重的长辈 李先生好 郭先生好 秦老爷子的话 让庄瑞清醒了过来 联盟对老爷子身后的那帮子大亨们 问起好来 这礼数可不能是 尤其是在香港 这个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比较完整的社会里 李超人倒是很和蔼 脸上永远夹着 那个总是出现在报纸刊物上的黑矿眼镜 笑着问道 小庄啊 欧阳老先生的身体还好吧 九十年代初期和老先生交谈过一次 手艺匪浅啊 跟在李超人身后的 是那位做地产的郭大亨 在香港商界地位并不比李超人低多少 此刻听到李超人的话后 也是点着头说道 是啊 这一晃眼都快二十年了 真是很想去看看欧阳老先生呀 在香港回归后 仍然混得风生水起的人 大多数都是在香港回归前 就和内地关系十分密切的 而一些原本在香港强势无比的归老家俗 则不是将财产转移了出去 就是慢慢的衰败下来 见到两位华人商业圈的领袖提到外公 庄瑞也严肃了起来 开口说道 外公身体很好 他经常对我说 李先生和香港澳门很多爱国商人 对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不敢当 不敢当老先生如此夸奖了 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李超人和郭大亨脸上带着笑意 虽然是连连摆手 但脸上神情却很愉悦 显然 能被欧阳刚记住 对他们来说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和庄瑞聊了几句之后 李超人突然说道 对了 小庄 我们这些老家伙来 是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的 找 找我帮忙 饶是庄瑞的神经够粗打 也被眼前的老人给吓了一跳 这些人的身家加起来 足可以在全世界的金融界 掀起一阵惊涛海浪 就是颠覆几个小国家 也不在话下 他们能有什么事 找自己帮忙呢 别说是庄瑞了 就连周围的一些 竖着耳朵听起对话的人 也都是震惊莫名 干脆也不偷听了 一个个静止围了过来 他们都想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事情 是这些华人商界领袖们 办不到的 啊 听说庄小友 得到了一批 纯鲜的汗下宝马 我们这几个老家伙 都是爱马的人 想见识一番 不知道可不可以拿 李超人的态度很诚恳 诚恳地 让庄瑞差点都惶恐起来 奶奶的 不就是想见见追风吗 至于这样吓唬我吗 不过对老人的人品 庄瑞还是十分敬重的 最起码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小辈 而忽略掉自个儿的意见 直接去看马 在细节上面非常的讲究 哦 小庄还喜欢羊马呢 这倒是要去看看呀 一直在不远处 和赌王闲聊的传王舒文 听到李超人的话后 也将注意力转移了过来 他和在场的几个超级符号一样 都是香港马会的董事局董事 而且 舒文也是这些超级富豪里面 最会养马的一个 他的马 参加过世界不少赛马比赛 都曾获得过很好的名次 就是在周末的奥曼赛马上 他所出赛的几匹马 也都是夺冠的大热门 我那马如不得诸位发眼的 既然长辈们想看 那就看看去吧 庄瑞哭笑着摇了摇头 他心里明白 自己的追风 不管是体型还是血统 都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一匹鸣马 他是怕这些人 看到眼里拔不出来 到时候 向自己开价购买 就麻烦了 庄兄 我从昨个可就说 要看你的汉鲜马了 对对 庄兄 我可也听说了 你那汉鲜马 连跑骑场都行的 听说要看马 原本在人群外面的 百蒙安等人 也挤了进来 其实 这些老人并没有那么严厉的 只是身份和年龄上的差距 让这些港岛的年轻人 对他们有些畏惧而已 那可不是我说的 庄睿恶狠狠地瞪了百蒙安一眼 这鸭的嘴 怎么就那么碎呢 百一十四章 象马 不管是不是真的 咱们一起去看看呢 是不是 说不定你这港岛投马的位置 就要让闲了呢 郭大很笑眯眯地 和舒文开起了玩笑 要知道 舒文在港澳赛马界 可是很有名气的 最起码 他们这些人所养的赛马 从来都没能在舒文的马上 占得过便宜 要知道 作为香港马会的董事 又是爱马之人 这些人几乎每年 都会在自己所养的赛马上 投入一笔钱 从世界各地购买名马 只是 这些人的投入不小 有时候 也能在比赛中获得好名次 但却总是赢不了 舒文所养的马 这让一帮子老头 很是郁满 国上 这座房地产 我不如你 搞事业 我不如李先生 不过 要说玩嘛 你们可都不如我 不服气是不行的 舒文文言大声笑了起来 他和李超人 还有郭大亨 都是相交近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了 言语间 没有那么多的顾忌 倒是和秦宣兵的爷爷 说话时客气了很多 走走 去看看 小庄这批要是能赢你 也给我们出口恶气 此时的这些老人 哪还有叱咋商界式的模样 简直就像一群逗气的小孩 看得庄睿目瞪口呆 他在心里想着 就算自己把今天的剑文说出去 恐怕也没人相信吧 听到这些港岛的偷面人物 要去看马 原本在外面闲聊的人 也都围了过来 甚至还包括一些女眷 要知道 在香港这地方 独马可是不分贫富贵贱的 一群人簇拥着庄睿 向别墅东侧的马就走去 为了不让别墅里的人干扰到以前所养的马 秦老爷子还专门将这一块给围了起来 并且留出了一小块空地 让马匹也能活动一下 走到马就前的时候 书文点了点头 说道 秦老哥 你这马场真不错呀 看得出来 你也是爱马之人哪 在寸途寸金的香港半山别墅区 能留出这么一块地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当然 平时想要进行驯马调教之类的活动 那还是要去专业的马场 哎 荒废了几年了 也就是小瑞带了他的追风来 这马就才重新用上他 秦老爷子嘴上谦虚着 心下却是颇为自得 他也去过在场的几个人家中做客 他们家里 可是没有像自己这样的马就 马就其实并不大 而且只有两间马房 不过每间马房修建的都很宽敞 里面有温控空调系统 可以随时调节里面的温度和湿度 并且还有两个摄像头 可以24小时关注马的动态 以防马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患病 而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在秦老爷子养马期间 还请有专门的马师与营养师 马一天要吃三顿日凉 和四顿饲料 有时还要加一些胡萝卜 苹果 蜂蜜 鸡蛋 和麦片 但是赛马一天的伙食费 就需要三四百元 可以说 这么两间马房 每个月的开销 都抵得上很多家庭 一年的开支了 秦老爷子虽然平时很节省 但是这样的钱 他花起来是丝毫不心疼的 其实香港像秦老爷子这样的富豪是很多的 尤其是那些白手齐家的富商们 往往在吃食用度上很节省 但是在自己爱好上却是一指千计 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 就像港岛有位特别喜欢体育项目的超级富豪 平时对家人和自己的生活 要求都很低 吃饭什么的和普通人家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 这位大富豪花在体育项目上的钱 每年却是不计其数 但是乘坐私人飞机 全世界各地的去看足球比赛 每年的花费都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突然见到外面涌入这么多人 马厩内的追风有些不安起来 他终究从野马群被驯服的时间还不长 对陌生人的警惕还是非常高的 听到马的思鸣之后 李超人在马厩门口停住了脚步 说道 行了 你们就不要进来了 让马精了就不好了 虽然心中有些不满 但是 李超人发话了 那些年轻人还是不敢不停 就是像秦浩然这些二代的头面人物 也都乖乖地停在了马厩之外 当然 庄睿是不在这个行列之中的 庄睿抢先几步 打开了马房 走了进去 用手轻轻地安抚着追风 说道 我这马前不久还在大草原上吃上的 到这里有些不习惯 扑斥一声 追风见到庄睿后 这才安静了下来 不过一双充满灵性的眼睛 还是紧紧地盯着马就走道上的一群人 好马 真是匹好马呀 没错 你们看 这皮毛成淡金色 以前可是从来没见过呀 苏博士 你对象马有一套 说说这马怎么样吧 只能说追风的脉象实在是太出色了 这帮老头子见到追风后 一个个眼中 真是露出惊心的神情来 恨不得把正在抚摸追风的庄睿 换成自己才好 真不错 这马浑身毛色发亮 眼睛圆润饱满 富有光泽 耳朵小而见利 转动灵活 头部骨骼轮廓分明 颈部高挺 四肢强健 尖势挺立 实在是一匹不可夺得的好马呀 书文博士果然不愧他伯乐的称号 在对着追风打量了一拳之后 说出了不少象马的名词来 听得庄睿是津津有味 感情看马 还有这么多的道道呢 除了书文之外 别的人虽然看出这匹马神晋 但是 却说不出好坏来 所以 郭大亨出言问道 书文老弟 那你觉得是这匹马好 还是你最近新买的那匹英国的春鞋马 更厉害呢 呃 我先看看 书文走到马房的边上 观察了起来 中间还示意庄睿 掰开马嘴 让他看了下牙齿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蔡开口说道 这匹马是在大草原上捕获的 可能耐力还不错 但是 用作速度赛马 还是我的英国纯鞋马 更厉害一点 书文虽然看得两眼光光 但却并不看好庄睿这匹马 因为 赛马和一般的马不同 纯鞋马 是占据了很大优势的 所谓纯鞋马 是这马的一个品种 其祖先可以追溯到三匹祖公马 这些公马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被从地中海和中东 运至英国 去和比较强壮 但晚熟的英国地方品种马匹交配 交配的结果 就是诞生了一个新的马种 纯鞋马 同时 诞生了一下新的运动类型 赛马运动 可以说 世界赛马 就是由纯鞋马 带动起来的 而且 纯鞋马的体质外貌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典型的快马特征 神经系统高度敏锐灵活 反应极快 而并不狂躁 令人知惊的是 纯鞋马的剑 几乎和同直径的钢丝抗拉力相仿 甚或超过值 经过数百年的培育 可以说 纯鞋马的一切组织气管系统 乃至体内液分泌等生化反应类型 都是专为竞速而生的 要知道 现在的世界赛马跑速 全部都是由人工培育出来的 纯鞋马 所创造的 还没听说过 有野马在国际赛事上 赢得过纯鞋马的传闻 所以 虽然庄瑞的这匹汉鞋马体格高达 甚至比一些纯鞋马更为出色 但书文仍然看好 自己花费了三千万美元 所购带的那匹 英国纯鞋赛马 要知道 一匹赛马的好坏 也是要经过系统的培训的 这种培训 往往要从马的幼年就要开始 在最大程度上 激发马匹的爆发力 使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速度提升了极限 书文从马口中观察到 庄瑞的这匹马 应该在三岁左右了 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年 但是 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训练时期 按照他的经验判断 是不可能在短程速度赛马中 赢得他的专业赛马的 哎 原本以为能找到匹马赢你一次呢 在听到书文的分析后 厂内和书文颇有赛马恩怨的郭大亨 叹了口气 嘿嘿 你还是有机会的嘛 不过 这匹马不行 即使现在调教 也来不及了 书文对庄瑞的这匹马 还是很看好的 不过可惜的是 马已经失去了 调教成赛马的最佳时机 如果是从小训练 或许 还有能赢得他的机会 似乎听懂了书文 评价自己的话语 追风很是不愤的 对着书文尝刺了一声 马是所有动物中最骄傲的一种 如果追风会说话的话 估计这会儿早就开马了 不光是追风对书文的话 感到不满 就连庄瑞也憋不住了 小看哥们不要紧 但要是小看了庄瑞的伙伴的话 这是庄瑞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也顾不得之前低调的想法 拍了拍追风的脖子 扔得安静下来之后 庄瑞出言说道 书博士 这事情也不是绝对的吧 野马的生存环境恶劣 又有很多天敌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激发一匹马的潜力 我相信 追风不管是在短程速度赛 或者是远途赛马中 都不会输给世界上任何一匹马的 书文博士文言愣了一下 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判断 并没有说什么过激的话 却没想到庄瑞的反应会这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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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让你转发 打赏马上的蔬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